日前疫情趨緩 縣府為提振生臟機構團體 及庇護工廠產品買氣 20日在彰化縣議會新會館一樓 舉辦正心有禮 愛心有你 聯合行銷活動 現場邀集 縣內10家庇護工廠 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及團體涉攤 聯合行銷中秋節慶商品 所以呢 祝愛心 又可以享受我們的一些摸彩的禮品 那禮品包括有電視冰箱 還有非常多的iPad等等 那有數百種的這個禮物 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最主要讓我們這些庇護工廠 以及我們的身障團體的這些 弱勢朋友們 都能夠安心的過好我們的中秋佳節 也非常的謝謝彰化縣政府 這幾年來對於我們庇護工廠 對於我們身障機構團體 這樣的一個大力的支持 今年採用中秋愛心公益平台 在防疫期間只要動動手指 加入LINE平台 點擊愛心訂購 就可以一次選購 防疫做公益 愛心一次下訂 黃惠美縣長呼籲民眾多多購買 用行動來支持 優質庇護產品 是秋節送禮的首選 各大企業 機關團體 中秋送禮 也能優先選用宣葬者製作的禮品 希望企業 企業是最有能力的 這樣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企業來訂購 也有那個應日雙喜 就因為我們農園裡面 有種一些五花果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果茶 然後果乾 然後一盒也是訂五百塊而已 還有我們今年有推出一個 新的一個組合 綜合禮盒 這個綜合禮盒呢 它是有蒜蓉酥 還有鳳梨酥的一個搭配 那蒜蓉酥吃起來非常的 就是順口 非常的口口 鹹香的口味 縣府同時有加碼送摩柴品活動 於8月20日至10月15日期間 只要購買就送摩柴券 滿六百元再贈送一張摩柴券 獎品有50寸電視 平板 四張按摩券 庇護禮品等 百相好禮講不完 公益頻道張華雲 彰化採訪報導 局會